美国的战车、德国的坦克 在这次湖克兰的反攻这一波的攻势当中 被俄军超伪了不少 所以现在在西方继续支援湖克兰的情况之下 其实战事都是继续交着下去 持续下去 最后大家看到最大得益者当然是美国的军火箱 和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商 因为这两个这么大的集团 可以继续在乌克兰和欧洲谋取暴力 所以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战事都很难去谈判卓 因为早前中国曾经是想做和事佬挖船 但是双方都谈不下 其中一个要和平谈判 去谈判卓卿的条件就是 乌克兰要求俄罗斯 你把之前叫做霸占了乌克兰的土地 还回给乌克兰 即是将领土的戒钱回复到2014年 现在说的是2014年就是利米亚半岛 当时俄罗斯占领了 至于近一年的欧战事爆发之后 俄罗斯主要占领了乌克兰的东部 是几个地区 遁灭茨克、劳金斯克等传统 其实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要占领乌冬呢 因为乌冬第一就是和俄罗斯接洋 地理位置很重要 第二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其实过去那一段时间 就是那十年八年的时间 乌克兰的军队 是不断地向乌冬的俄裔 或者说俄语的当地的乌克兰的民众 是压迫甚至乎是有一个对他们的人身的伤害 所以俄罗斯为什么要这么急 拯救乌克兰东部的一些 说俄语的民众 所以我就想先说这个题目 刚刚卢社长说了俄乌 最近乌克兰反攻这一波 其中你可以看到乌克兰反攻这一波 就触发到有一个炸水壩的事件 因为炸水壩事件其实都是在赫耳虫 都是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 近克利米亚这些很战略性的地方发生 所以就是和乌克兰这一波的反攻攻势 是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 那我就好 先试一下地图先 那我今天想说就是马里乌波尔 为什么要说马里乌波尔呢 因为大家看到呢 如果马里乌波尔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现在是由俄罗斯占领了 东边就是俄罗斯 这里看不到 但是这个图主要是显示乌克兰的东部 那顿别前黑 马里乌波尔 这个是克利米亚半岛 这个是克海 基本上这一堆的地方 杂波罗尔还有 这一堆的地方 全部都被俄罗斯占领了 占领了 占领了的话 那在马里乌波尔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地方 那这个战略的地方就是 为什么要这么重要呢 如果大家看看 如果乌克兰军队 占领了这里 那就可以切断了俄罗斯 和克里米亚半岛 这个六路的通道 如果乌克兰占领了这里 那俄罗斯就去不了克里米亚 就是在六路这一边 那只可以在水路去 或者通过其他国家去 那所以就 马里乌波尔的战略性是非常之重要 那也都在俄乌战事去年爆发的时候 就曾经是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些军事的冲突在那里发生了 那当时呢 有几位记者呢 就是特别是留下了 那这几位记者呢 是拍摄了很多照片 那最近呢 就是获奖的 那被誉为美国新闻界奥斯卡奖的普纳兹奖 那就是公布了奖项 那就有关这个 这个乌克兰战争报道的一些 美联社记者呢 正正就是在当时 马里乌波尔这个地方呢 他们就留守 那就拍了很多俄罗斯军队当时围城的一些战况 那当然啦 就是这个战略那么重要的地方 那战火一定会激烈的了 那也都有很多建筑物被摧毁 那当时这几个《纽约时报》的 这几位美联社的记者呢 就是留守在那里 拍了很多照片之后呢 就是跟着呢 就是 然后就 通过一些渠道呢 就是 离开 在俄罗斯军队的 马里乌波尔之下呢 是逃离 这个这样的 马里乌波尔的地方 那就叫做呢 就是报道了 揭露了 就是处理了 现在评罗斯也遭受的所谓的苦难 那就是呢 俄罗斯的一些进攻的悲劣的状况 那就是 最后呢 也都是促成了呢 俄罗斯是开启一个所谓的 人道走廊 令到受困的乌阿兰平民呢 能够撤离 是因为 马里乌波尔呢 就是 就是当俄军来到时呢 那 和这个乌军就有激烈战斗 那就其实很多乌阿兰的人呢 是想走的 当然也有乌克兰人是不想走的 特别是俄语那一班 俄语那一班就不想走 说乌克兰的那一班就想走 所以后来通过这几个记者报导 拍了一些照片出来 就开放了一个人道走廊 就让这一班乌克兰的乌克兰的人走 走了之后 这几个记者最近就是 这三名乌克兰记者是美联社的 就是获得这个新闻的奖 就是普纳之奖 好了 那我马上就去看看影片 好了 究竟现在马里乌波尔的情况是怎样呢 有记者最近就是去访问了 当地的 讲俄罗斯话的 马里乌波尔的人 好了 我听听她说什么 那这个少女就叫做 塔蒂亚那 她就是马里乌波尔的居民 这位右边就是记者 那这个少女就说 现在我们可以有 玩耍的游乐场了 变得相对地和平 那另一位少女就说 我们现在有地方可以去散步了 可以去游玩了 那似乎都是马里乌波尔的战火之下 虽然去年是俄乌必争的地方 我首先给大家看看 当时的这几个美联社记者拍到的照片 好了 这个就是去年 二月 俄乌战事爆发之后 不久 在马里乌波尔发生的 一些战事的一些影片 正正就是那几位美联社记者拍到的 你看到漫天都在灰灰暗暗 还有是有建筑物种弹 有爆炸 火光红红 那另外还有 有几幅的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这一幅就是 逃离战火民众在炸毁的大桥下面 等待横过伊伊伊平河 正如我所说 讲乌克兰话的乌克兰人想走 那他们就躲在一个河下面 在一个桥下面 就等待 战火平息了之后 就会通过伊伊平河 走的 当时是拍到这些照片 好了 那去年 可能是三月的时候 战况最惨烈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些照片 但是今时今日是怎样呢 当俄罗斯占领了马里乌波尔市 其实俄罗斯就是在重建 这个地方 那我们看看 记者访问 继续访问其他的市民 究竟他们说些什么 好了 那这位先生就说 他很同意 很认同 俄罗斯现在 占领了马里乌波尔之后 就将马里乌波尔市 重建 而俄罗斯是一个 资源丰富强大的国家 所以他现在重建 马里乌波尔 令到当地 说俄罗斯话的 乌克兰人 其实很开心 那记者问他 究竟你想不想 乌克兰军队回来 统治马里乌波尔呢 基本上接受访问的人 都是说不想的 因为他们很欢迎 俄罗斯现在 在重建 马里乌波尔的地方 这位女士就说 直接说 很感谢上帝 他可以生存下来 他说之前 他们在马里乌波尔的人 是会被 被他们关起来屠杀 意思就是 他是会被 乌克兰的军队 的军人去骚扰 甚至乎 有人被他们抓了 是杀害了 好了 这位老太太 她就说 她的儿子在2014年 去了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 当时被俄罗斯占领了 马里乌波尔依然是属于乌克兰 她作为乌克兰人 虽然她说俄语 但是她作为乌克兰人 她也想去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 去探望她的儿子 她说 当她去到边境 想由乌克兰去克里米亚的时候 她会受到各种羞辱 相信她指的是受到乌克兰的军队 或者乌克兰的边境的人员所羞辱 可能她说 为什么你儿子去克里米亚 为什么你现在要去探望她 所以这个老人家 她说 总的来说她是支持俄罗斯占领马里乌波尔的 好了 另一位女士 她说 她很开心今天可以自由地用母语去说话 因为她是说俄罗斯话的 因为现在马里乌波尔已经被俄罗斯占领了 她说她一直希望等待愤怒和仇恨消失 你看到她和小朋友也在当千秋 她说 我们这些说俄语的乌克兰人 在马里乌波尔生活 其实一直都希望得到尊重 但是她的意思是 她以前就得不到尊重 甚至乎被乌克兰的军队 多年来的骚扰 可能动设 就随时去骚扰他们 或者逮捕他们去审问都不顶 好了 这个就是马里乌波尔市 在顿别茨克省里面 现在马里乌波尔市 被俄罗斯军队占领了之后 其实俄罗斯军队就是在重建这个市 相比去年三四月的时候 军炸这个市 因为你要占领它 那你和乌克兰军队有冲突 那你就自然要军炸 但是军炸得来 俄罗斯军队是军炸重点 可能在军炸乌克兰的军事设施 或者是乌克兰军队的布防的地方 那当中不排除也有误炸到民居的 这个不排除 但是呢 就不会像美国那样 走去敘利亚 就炸到全国的国家都几乎烂了 就是不是这样炸人的 是吧 那美国去敘利亚的时候 就是这样炸 炸到真的 如果你看一些照片 基本上是没有一层楼 是不穿洞的 那就不要说了 不要说电力供应 水电都全部都没了 灰灰暗暗暗 那其实跟这个 如果这样看一幅图 就跟当时俄罗斯军队 在威蕃兰这个 马里乌波尔市的战斗 相比 俄罗斯军队可以说 相对地克制 相对地克制 那你起码看到 喂 我都看到就算在这里 那些乌克兰的人 讲乌克兰话的乌克兰人 想走 那最后他都开放了人道通道 让他走到 另外就是说 喂 我虽然是看到 有部分地方炸了而已 但是起码我看到 行车路都没事 那些车可以照样走 还有车在那里 那就是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 就算俄罗斯军队 所以当时在乌克兰有个战事发生 都是局部的战事 还有俄罗斯的飞弹 都是针对乌克兰军队的一些部署 就不是全市乱那么炸 正正不是全市乱那么炸 我们今时今日 有记者去马里乌波尔市那里访问民众 民众是支持俄罗斯重建马里乌波尔市 也看到很多市民 其实生活都很正常 这个阿婆都可以正常地坐在公园 接受这个记者访问 这个女孩 这个先生也说支持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是一个很大资源的国家 可以帮助马里乌波尔重建 这两个少女也说 我们喜欢有地方 有个游乐场可以玩 好了 这个就是 一个是 我们看到 原来有外国记者 现在走去乌克兰 这个马里乌波尔城市 去做一个访问 那就揭露了现在的真相 因为这么巧呢 就是 刚刚盧社长说了 乌克兰反攻 也就是 刚好 美国颁了一个新闻记者的奖 给了几个摄影师 所以 我先说了这个题目 这个就反映到 就是说 俄罗斯 这个俄乌战事发生 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 拯救 烏克兰东部 讲俄罗斯话的人 不再受 烏克兰人的 军队的凌辱 这个就是 我们看到 真的可以做得到 大家好 社会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付订阅石楼台 会更加方便 我们也都优化了 视频课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 也都可以看得流畅些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又可以在 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 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 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 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